当播澳门《市民日报》《澳门》 2022年1月5日 社资委促改善荔枝碗船厂周边配套 尼岛区社区服务咨询委员会 昨日在石排湾社区综合大楼召开平常会议 多名委员作以呈前发言 关注荔枝碗船厂活化计划后的周边配套规划 善用收回土地资源 横琴口岸交通等问题 委员黄良军表示 现时驾驶者出入荔枝碗 军京竹湾马路进入填半街 路面简单线行车 加上竹湾马路有数条巴士路线途径 假日就一定出现车龙 另外由于该区持续受水患困扰 过去政府建议 在10月初五马路和荔枝碗船厂片区 设置提案形成警官湖 兼具防洪和休闲需要 但规划上述工作的澳门路 环西侧防洪排路总体方案 现阶段仍未有进一步的消息 期望当局协调 各个公共部门一併规划 优化荔枝碗周边的配套设施 应加快善用周边限制土地 重点增加停车泊车位 同时加快落实澳门路 环西侧防洪排路总体方案 整体规划路环救区提案 同渠网设施改善该区水浸问题 委员李海霞和吴雄旗关注土地限制利用 李海霞指出 由于人口老化持续 未来院舍服务工不应求 特区政府在2019-2021年先后 在尼岛区收回十多幅国有土地 面积合共364376平方米 建议政府应息时息地兴建长者院舍 同相关设施 选择合适土地兴建多功能综合长者院舍 善用限制土地建设社区设施 吴雄旗认为 哄制东北马路、海湾街 同高丽雅马路交界地段的五幅国有土地 多年来未有任何发展 该区近年人口大幅增长 建议市政署尽快利用部分土地辟作自由波地 休戏公园和儿童游乐区等设施 在长远规划中 考虑建设综合设施 好像体育馆、泳池、图书馆 和社区购物中心等 由于该土地围住 有宜大桥隐桥入口为止 车流甚多 建议交通事务局对有关路段、交通情况作详细规划 在条件许可下适当利用部分土地 旷阔附近路段舒缓交通制室 委员林家传称 近月收到众多市民反映 横琴口岸澳门口岸区交通配套设施未如理想 虽然巴士公司已经增加巴士路线前往口岸区 但每当遇到节假日 或出入境高峰 仍然未能达至较理想的分流效果 由于口岸区没有公共停车场 只有特定车辆才可以进入 但澳门口岸区前地交通也较为混乱 想落客区范围太小 尤其节假日更深 另外由于近日原莲花口岸一带改道 市民也难以找到进入莲花路停车场的路径 加上要等待接驳巴士过桥 令居民前往横琴通关的意欲降低 他建议 在横琴口岸第二阶段建设完成前 可以在横琴口岸澳方口岸区域 适当优化行车路线 或可考虑暂时利用巴士站后方的空地 供车辆短时间等候 以免对后方车辆造成阻塞 在节假日 或车辆过关高峰期时 适当增加广播渠道 只准备前往横琴的车辆提前得知 或查询相关讯息 等D居民能有预备 避免驾车入关后 因长时间排队而造成不变 长远来讲 横琴口岸澳方口岸区建议设立公共停车场 以方便市民加大利用该口岸通关 以达致分流效果 你收听的是安播澳门 这个短片是 由市民日报连同安播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